大家好 现在随便跟大家聊聊聊 本来是打算睡的 衣服穿的也都准备睡了 今天聊什么呢 聊排华 现在韩国开始排华 群情激愤啊 慷慨激扬啊 中国人滚出去啊 武汉人滚出去啊 如果说换在十年前的我 二十年前的我 肯定我心里受不了 我要跟他们干 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崛起了 我受不了这个 但是现在呢 咱们以一种冷静的理性的角度 去看待人家 为什么要排华 首先你看这个韩国人的性格吧 韩国人是一种 民族主义情节 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 一个民族韩国 他们就是这样 因为韩国嘛 他们在历史上一直被殖民啊 被统治了这么多年 然后呢 然后在最近这一百年开始真正的民族独立 所以说他们在在这种民族情绪上面 有一种非常 有一种相对于比较强烈的 这种民族主义情节吧 这是我看到的韩国 你看韩国呢 他排华但是你实际上呢 你要是分析一下 咱们先从自己角度去考虑问题啊 是不是中国以及武汉 确实是给全世界带来了伤害 不光是韩国 还有日本 还有法国 美国 到处都有 自己先有没有问题先 当然了 像这种所谓排华吧 每个国家的政府啊 他们考虑到一个什么所谓的政治正确了是吧 他们肯定官方他们不会去鼓励这种排华 但是呢 你官方不鼓励你不代表着这种民间 你能堵住他们悠悠之口啊 你不能够管得住他们的情绪啊 是不是 他们有上街游行表达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 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他们上街了 他们开始排华了 那么对于这种排华吧 很多人都是一种啊 非常的愤慨慷慨激昂 然后又是说这个阴谋论了啊 这个你看西方势力啊 西方国家 文明国家 民主国家没一个好东西啊 什么是民主 民主就乱上套了啊 然后就说他们的不是 但是在同时吧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反省 起码我没有看到有人的反省 反省他们为什么去排华 去反省我们的历史 反省我们的文化啊 反省我们的民族性格 那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全世界没有排美啊 没有排日啊 咱们就不说以前什么所谓的清华战争 就说现在有没有排日排美啊 那因为美国他给全世界都输出一些好的东西啊 他维护全世界的这种和平啊 然后向全世界输出最先进的这种科学文明成果呀 是吧 比如说什么苹果手机啊 苹果手机这是人家美国造的啊 你看我这个索尼音箱啊 这是日本造的 这是人家这些国家 他们往全世界输出一些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不光是科技的 还有包括文化上的 你好莱坞的电影音乐 他会给多少人力量 激励多少人前进啊 啊这是美国啊 那你在看日本啊 日本你看跟中国人长的基本就是一样 也是黄皮肤黑头发 为什么就不排日本 但凡去过日本来啊 肯定印象都特别深刻啊 不管你现在你怎么就恨日本 骂日本人 然后如果你有一天 你有机会到日本去旅游的话 你就会看到日本的大街非常的干净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 他们跟人交流的时候 非常的谦卑有礼啊 都不容易鞠躬 都不容易鞠躬 感觉就是哎呦 实际上受从若惊 这给我们当初这个电视上拍的不一样啊 这跟书上写的不一样啊 所以说凡是到过日本的人 我觉得他们的观念都会有一定的改变 反而那些没到过日本的人 他们反而就会井底之蛙 坐井观天 新闻联盟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为什么排华 为什么排华 想一想 自从第一次排华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啊 自从当年中国人跑到美国旧金山去挖矿的时候啊 那时候就排华 也死无人 同时呢 那历史稍微白尺个一两分钟啊 那时候 有白人排华 但是呢 同时又有白人啊 他们在捍卫法律 在保护中国人 在保护华人 这就是另外一说 这个你在课本上你看不到吧 你光在课本上 光在什么教科书上 你光在什么新闻联播上 你听到啊 美国排华 但是在当时又有很多的白人 他们要保护华人 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 朋友们应该问问自己啊 这个自己的国家呀 自己这个民族呀 他一直在往国外 他输出的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排华 你比方说中国人到国外去输出什么呀 欺骗狡猾自私愚昧无知 是吧 移民到了美国去 然后呢 人家教堂每个星期啊 发这种救济食品 结果这些老头老太太啊 他们都是拿着这种行李车 去乘车乘车的 我家里去拖东西 拖人家教堂免费的发放的食品 在海外的那些什么自助餐里面 生怕都吃不着一样 一到那种自助餐餐厅那都抢着吃啊 到了邮轮上面去丢脸丢到全世界了 自私愚昧啊 麻木无知啊 就是说他们出去之后呢 还是怎么说 坐井观天啊 井井之外呀 他们还是把这种井给套在脑袋上 就出国了 出国向国家炫耀了 哎我们去挖什么资本主义抢鸟去了 我们去占他们便宜去了 我们为祖国争光了 哎美帝国主义忘了我真心不死 我就在这地方 我使劲吃他们的福利 我就不见不得他们好 而且在海外华人这么一个群体吧 我觉得是他们 我觉得被排华 他们真的是活该啊 这些主体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就拿我自己亲身的经理来说啊 拿我跟我的朋友的经理来说 我 包括尤尔特媒体有刘大胜 还有小溪看世界 还有阴体 还有包括雷尔尔特 这都被威胁啊 这才多长时间 我做自媒体不到一年啊 时不时就蹦出来别人的威胁 人人搜索 然后在网上 在那个国内的微博 在实际传播 国外某个反华分子 说了某些反华言论 然后呢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汉奸 卖国贼 鼓动这种仇恨 然后鼓动这种人人搜索 鼓动这种线下的伤害 这就是中国人 这些海外中国人 你想想 我们跟他有仇吗 像我跟刘大上 跟小溪 跟阴体 跟梁尔尔特 跟这些其他的海外华人 我们跟他有仇吗 是杀父之仇 还是夺妻之恨 你怎么就这么恨我们呢 这些人说他们愚昧麻麻无知 这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 他们啊 家国政党 这些概念都分不清啊 出国之后更爱国 一出国就爱党 一出国就怀念党的领导 然后在海外逢年过节就举着红旗去游行 唱国歌 耍存在感 所以说你对于现在 发生这种所谓的海外这种排华事件 很正常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圈里的朋友啊 我在巴塞尔纳我也有一个朋友圈 知道吗 共同价值观的朋友圈 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这个圈子呢 跟其他的华人是有一定的防火墙的 是这样 我们这一个圈子里面 去年再聊一个话题啊 明年或者后年 肯定要掀起一股新的排华浪潮 有两个朋友 他们都这么说 他们大概都大我十几岁吧 他们看问题可能看的还比较远 看的比较透彻 结果就真料到 他说什么呀 当时就说 现在你看中国这些政策啊 都在往文革倒退啊 然后这个教科书啊 这种强国学习软件呀 那种洗脑啊 那个大喇叭呀 像文革时期那个大喇叭 现在又放在村口了 每天开始洗脑 然后像那种什么强国学习软件 你不学还不行 这就是说中国他现在 正在往文革倒退啊 然后呢 不仅在国内是这样 往国外大海输出 往国外去输出红卫兵 再说了 像哪些能够出国的人 有哪些人呢 有很多上等的留学生 红二代 富二代 是吧 有钱的本来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要捍卫自己家族的利益 要捍卫自己当爹的利益 是吧 他他爹当官了 他得捍卫他他爹的利益 是吧 他得捍卫他法拉利的利益 像这种武汉加油 可以开着法拉利 在上面写着 在国外加油 有能带你回去加油啊 这种红二代 富二代他们就是代表着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啊 还有什么呀 所谓的海外华侨 当初呀 不远万里千辛万苦到了国外去 然后呢 吃了很多苦 每天工作 十个小时 九九六 没累死 然后扎下来了 有了身份了 赚了钱了 然后开公司了 办厂了 或者说开酒吧了 开饭店了 然后觉得自己啊 混出来之后了 这时候祖国稍微给他一招手 哎 华侨啊华侨 马上这种家国情怀 马上就被就就被调动起来了 哎呀 然后就是回归党的领导 回归党的拥抱 一回到祖国 那是西夫隔旅 光鲜亮丽 哎呀 这是在国外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回国终于就找回场子 找回面子来了 就是锦衣还乡啊 还有很多人什么呀 在海外明明是做着苦力啊 我听说有人是在工地上工作的 然后呢 看我的视频呢 觉得我不爽 觉得这个老黑这个傻逼 有时间我得敲他一下啊 后来呢 我跟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聊这个事啊 他也是开饭店的 他说啊 这个在工地的干活的人 每天这么累 然后还不忘了想敲你一下 那说明他累的还不够 他应该更累一点 哎 然后呢 就他累的没时间去想这个事 哎 我那个朋友说的挺有意思的 我那个朋友呢 他是一个女的 他嫁个老外啊 生一个混血宝宝 然后他呢是开饭店的啊 有一次我去他那吃饭了 我们就聊了这个话题 他就这么说了 是啊 人家跟老外结婚时间长了之后吧 他们自己也会思考 其实他也比较年轻 思想也是稍微是多元一点的 我我的节目他能够看进去 所以说海外华人这么一个群体吧 他本来就是一个 以这种麻木愚昧无知狡猾这种欺骗自私这种 像这种性格的这种这种人 他们是占了是很大一部分比例的知道吗 我当然我也不说全部啊 呃因为很多人嘛 他们平时你看他们都是一些啊 温联公俭让特别的哎 有礼貌啊 然后呢只要不谈政治 跟他一块相处可能都会非常的融洽 今天呢你我还请你吃饭呀 明天你到我家来做做呀 可能很正常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但是一旦涉及谈到了政治 马上可能就要变脸 马上可能就要给你洗脑 哎老黑你是被别人洗脑了 你这样很危险这样很极端你知道吗 你这样是不好的 你是中国人呀 你怎么可以说中国不好呢 对我是中国人呀 我是中国人没错呀 我是华裔我是汉族 但是这种家国政党这几个概念你要搞清楚啊 国从来没有亡国 国从来没有亡国 只要这种汉语存在 只要这个历史还得延续 这个国就没有亡国 亡呢只是朝代的更迭 家国家国清欢 你怀念在那边故土我也怀念 我也在那边土地生活生活过 像什么丽江大理这些美好的地方 九十二沟 乡里拉我也去过 那地方确实漂亮 包括以前我那种老家乡下那种宁静的山村 我怀念那片土地 这是乡土情节 这跟政党没关系 但是很多海外华人就把这些都捆绑在一起了 就成为了这种政府的手里的赶枪 指哪咋咋要干啥就干啥 这个上面稍微给点指示 马上就开始 屁脸屁脸的摇着红旗出去呐喊去了 这是海外华人 其实啊 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受害者 他们也都是被洗脏洗出来的 当然了如果说很多人要是不服的话 是觉得我说的不对 其实你们可以回国呀 现在国家需要你们 国家现在武汉这个冠状病毒这么严重啊 需要你们的支持 需要你们往国内输送外汇啊 当然有很多人呢他也在帮啊 我不管这个口罩能不能送到这个国内的医院 送到老百姓手里面 我捐出去我钱花出去 我知道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得应 什么样的造型 但是这个事我还要办 这是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呢 他们也确实是关心家乡的人民啊 也办点事他们也办事 人呢 你看着也都像是一些啊 比较善良的人啊 在某一些时候呢 做的事情呢 也确实觉得哎 我是在做慈善呀 又有一些可以啊 往外去炫耀的资本呢 有些海外华人他们确实也能够办一些事 但是一旦涉及到这种啊 普世价值这些问题的时候 马上就翻了翻脸了 最后再举一个小例子吧 什么呀 呃以前呀 在西班牙中餐馆火过一段时间 特别火中餐馆 那时候用筷子是潮流啊 大概是20年前吧 好像是啊 然后后来为什么说中餐馆就没落了呢 因为后来中餐馆啊 卫生不行 这个逐步被曝光这个中餐馆卫生不行 然后老外人家就不来吃了 不是说你这个饭菜不好吃 而是卫生我吃了不放心 然后现在的这个中餐馆 基本上服务的还都是以华人为主啊 现在呢中餐馆不搞了 现在是什么潮流 是日餐啊 是日餐 为什么要搞日餐呀 因为这个全世界他们不排日啊 对不对 全世界有些国家排华 但是人家不排日啊 人家对于日本这种饮食文化 人家不排斥啊 所以说老外就喜欢去日本的餐厅去吃饭 所以说做日餐就赚钱 所以说就见到了许多人就开始去学日餐 做日餐 然后开日餐馆 那我前几天我还又听到了一个消息 现在开日餐也不太行了 也快被搞臭了 也是卫生不行 这说明这是个人呐 中国人跟日本人同样是开餐馆的 理念不一样 日本人开餐馆 他们可能想要是 我要把最美味的饭菜给奉献给我的客人 让我的客人吃了我的这个食品 能够感觉到终身难忘 这是一种工匠精神 但是中国人开日餐馆呢 我开日餐馆 我是为了赚钱的 这个餐厅里的饭菜啊 也就是烧熟了 跟喂猪的差不多 有人真的这么说啊 弄熟就行了 中国人他去打工 在餐馆里面做大厨 他们这么一种心态 这往小了看 往局部了看 你就可以理解 人家为什么要排华 人家不排日 节目到最后 我只想说一句啊 让排华来的更猛烈些吧 那些不接受排华的 你们都赶紧回国 好不好 今天节目就先说到这吧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 我就随便扯一扯 网上睡觉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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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